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今天为您带来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无敌好客》 这个男人前一秒被人出了嘴巴都不敢还手 后一秒就能手撕警车当玩具 一变身就成了山一样的绿巨人 将军老丈人为了对付他又制造出了另一个巨人 这两座大山打起架来到底有多精彩呢 影片开始 巴西的一处平民区里 一个神秘的男人隐居在此 他叫班纳 之前是美国的一个物理学家 因为一次人体实验意外 他受到伽马辐射 导致基因变异 稍有发怒或激动 就会变成一个无所不敌的绿色大怪物 为了躲避美国军方的追捕 他才躲到了这里 努力学习各种控制情绪的法子 以防止自己变身 也想要尽早回归以往普通人的生活 比如练习横格膜呼吸法 被老师打了嘴巴子 也要学着不生气不还手 此外 他还认识了一个科学家网友 蓝先生 在他的指导下 班纳萃取了一种奇异小白花的原液 将其滴在自己的血液上观察 显微镜下 包裹在红细胞上的绿细胞 很快消失了 可还没高兴到三秒 红细胞再次被绿细胞吞噬 他的实验又失败了 想变回普通人 为什么这么难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班纳心里备受煎熬 万不得已之下 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他将自己的血液样本寄给了蓝先生 让他帮自己再想想抑制绿细胞的办法 除了整日和自己交劲外 班纳在巴西还有一份在汽水厂的工作 这天上班时 他一不小心割破了手指 血液滴到了流水线上 班纳见此 立刻大喊着叫停流水线 火速跑过去 把上面的血液小心擦拭干净 在旁人看起来 还以为他工作严谨有洁癖 殊不知 班纳另有所思 他知道自己血液的威力 一旦感染到其他人身上 后果不堪摄像 可百密一书的是 他没看到还有一滴血 粘在了汽水瓶口 随着汽水封装 运往世界各地的商店后 一个美国老大爷就中了奖 他喝了含有班纳血液的汽水 整个人当即中毒倒地 在大爷的血液里 医生检测到了干嘛射线 这件事引起了美国军方的注意 他们找了班纳这么久 终于有了他的线索 得知了汽水的原产地后 罗斯将军就下令派人赶往巴西 找机会抓捕班纳 这个领了指令的人名叫蒂姆 以前是个特种部队的突击队员 战斗力一流 出发前他都自信满满 以为任何行动到他这里 都是手到擒来 却没料到 这一次他的对手根本不是人 深夜的巴西街道 蒂姆带着特险队 悄悄包围了班纳的家 可等他们破门而入时 早有警觉的班纳已经逃脱 在大街上 双方展开了一场紧张的追逐 班纳他一边逃命 一边还要想办法控制心跳的速度 否则就会有变身的风险 逃到汽水场时 几个不知死活的同事 还拦住班纳 想故意找茬教训他 班纳好心劝他们闪人 要不然后果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几个家伙根本没把这话当回事 依旧抓着他不放 而与此同时 蒂姆的特险队已经瞄准了这边 一番麻醉枪扫过来后 班纳消失了 全而带之的是一只巨大的绿色怪物 强忍了这么久 之前做的那些努力还是白费了 因为生产机器的阻挡 特险队员只看到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移动 便纷纷开枪 与一般的子弹扫射过去 就像打在铜墙铁壁上 绿巨人毫发无损 直到这时 离得最近的蒂姆 才看清那个怪物的真面目 凶恶的眼神冒着绿光 身形高大 如一栋的小山 一身绿色肌肉 感觉随时都要爆炸 蒂姆当即傻眼 之前罗斯将军 只说是个危险的坏蛋 也没说对方还有个怪物帮手啊 这不是摆明了让自己送死的吗 蒂姆这边刚打算认命 可人家绿巨人却无心恋战 咆哮了一声后就不见了踪影 等特遣队来到班纳的住所查看时 罗斯将军也赶了过来 蒂姆这时才知道 刚才那个绿巨人就是班纳本人 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张报纸 上面的漂亮女孩就是班纳的女友 同时也是将军的女儿 可怜的蒂姆再次被蒙在鼓里 丝毫没有猜到 这还是场未来岳父和未来女婿的家庭战 再次恢复远身后 班纳决定回美国 因为蓝先生之前告诉她 想要成功找到抑制绿细胞的办法 就得拿到她之前做人体实验时的原始数据 可此时的班纳身无分文 只剩一条裤子 还因为此前的变身 现在被撑得破破烂烂 得用手抓着 以防她掉下来直接来个冲光乍线 好好的一个科学家 现在变得跟乞丐一样 还没等她主动乞讨 一个小孩倒给了她一些钱 为了攒路费 班纳索性就真的乞讨起来 直到成功偷渡回了美国 因为太过思念女友贝蒂 回国之后 班纳先去了她工作的大学 却不想直接亲眼目睹了 女友早已交了新男友 班纳没有上前 落寞地独自离开了 随后她就去找了一个开披萨店的老朋友 在对方的帮助下 班纳伪装成披萨外卖员 来到了自己之前的实验室 想拿到那些人体实验的原始数据 可惜的是 电脑里的东西早已被人清空了 班纳备受打击 等她再回到披萨店时 却不想喝来吃饭的女友撞了个正着 她的新男友也在身边 班纳为了避免尴尬 赶忙避开 逃去了街上 但最终还是被女友追了上来 大雨的夜晚 阔别已久的恋人重新抱在了一起 对于彼此的感情现状 他们谁也没有多问 只知道两人依然相爱 那就够了 两人回到贝蒂的住处后 她还给了班纳一个优盘 原来 早在军方清理实验室前 她就把班纳人体实验的原始数据 保存了下来 对女友的用心 班纳十分感激 两人复合前 班纳也和新男友分了手 此时的另一边 罗斯将军依然还在想办法 对付绿巨人 其实早在班纳实验意外之前 她就在研发超级血清 想要批量制造一批 强悍无比的战斗精英 经过这次的战斗失败 特种兵蒂姆自告奋勇 成为第一个注射血清的实验者 此时包括将军在内 没有一个人料到 他们制造的血清 竟会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时刻不久 班纳又迎来了一场新的战斗 当时的她 正和女友在校园里 为了避免存有数据的U盘丢失 班纳只好暂时将其吞到肚子里 她本来不想正面应战 准备逃跑 可将军显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直接攻来一波毒气弹 班纳再一次被迫变了身 光天化日之下 所有人都看清了 她变身绿巨人后的真面目 连女友也不敢相信 这怪物竟是自己的恋人 周围的大学生们纷纷拿出手机 猎奇地拍下这害人的家伙 将军这次招呼班纳的家伙更齐全 又是坦克 又是装驾车 可到了班纳手里 全成了毫不起眼的小玩具 三两下就被摔成了一地碎片 就算是最厉害的波音炮 班纳一挥手就劈成了两半 不怕死的蒂姆提枪上前 还故意挑衅地问了具 你就只有这点料吗 像是为了试探对方的真实力量 果不其然 班纳一脚飞踹过去 蒂姆整个人就搜了一下 光速砸到了一棵大树上 再也没有了声息 贝蒂此时朝着班纳慢慢走过去 想要确认 眼前的巨人到底是不是她的爱人 就在这个档口 一架飞机带着炮弹又扫射过来 班纳为了保护女友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所有炮火 挨一个反手 把那架飞机直接扔到了地上 随着一声爆炸的巨响 绿巨人和贝蒂那里 成了一片活骸 不远处的将军追悔莫及 以为自己杀了女儿 结果数秒过后 班纳竟然从活骸里又站了起来 怀里抱着的正是贝蒂 当着众人的面 她带着女友离开了 没人敢上前阻拦 来到一个无人的山洞后 贝蒂这才慢慢醒了过来 虽说已经知道 这个绿巨人就是班纳 她还是有些被吓到 班纳无比痛恨自己现在的模样 朝着空旷的山谷大声地嘶吼 这时 贝蒂走过来 轻轻拉起她的手和自己坐到一起 温柔地安抚她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经过一夜的休息 班纳终于恢复了人心 她和女友暂时找了个旅馆藏身 打算去找纽约的蓝先生 帮自己抑制体内的绿细胞 因为无法使用信用卡 贝蒂还当了母亲留给她的项链 换了一些现金作为两人的路费 随后 班纳就给蓝先生发了邮件 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一起商讨如何控制变身的办法 哪怕她极度小心谨慎 并且使用了加密的方式 但还是被军方的机构监控到了 而这一次 班纳还迎来了一个等量级的敌人 准确来说对方比班纳还要厉害 接下来的战斗究竟录死谁手 一切尚未可知 上次的校园大战过后 蒂姆被摔得全身骨头碎裂 表面上看基本成了废人 但没过几天 她就恢复如初 甚至比以前还要见朔 这可把将军高兴坏了 看来她在血清的研发上没有白砸签 为了进一步变强 蒂姆又主动要求注射了一针血清 她站在镜子前正面看自己还算正常 可她的后背上脊椎已经开始变形 几乎就要刺破皮肤 而此时的另一边 班纳和女友来到了蓝先生的实验室 对方利用班纳之前给她的人体实验数据 研发出了一个控制绿细胞的抑制剂 直见蓝先生拿起两个电极板 直接压在班纳的太阳穴 指一下 她的全身就开始变绿 肌肉成倍的胀大 等到她完全变身几乎就要失控伤人时 蓝先生赶忙帮她注射了抑制剂 这时奇迹发生了 班纳慢慢恢复了正常 蓝先生的实验成功了 班纳和女友都开心不已 此外 两人还看到了蓝先生的其他研究成果 原来 班纳之前寄给她了一些自己的血液样本 以此来让她帮自己 蓝先生将其浓缩以后 又制造了更多的绿细胞血液 还准备用他们来研制其他药剂 解决各种疾病对人类的困扰 班纳听了 却毫无兴奋之情 反而要求蓝先生 必须当即销毁这一切 一旦被军方发现 他们就会用这些血清制造杀人武器 到时候的后果难以预计 蓝先生是个科学疯子 当然不答应 就在两人争执期间 将军已经派人包围了这里 班纳还中了麻醉枪 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 随后 蒂姆就带着一群人闯了进来 班纳就此被将军的人带走 未地见证 当场和将军断绝了妇女关系 她不需要这样残酷冷血的父亲 其他人离开后 蒂姆却留了下来 她拿枪逼着蓝先生 要其交出从班纳身上提取的东西 原来蒂姆刚才在窗外 听到了两人的争执 武力之下 她得到了那些绿细胞血液 并逼着蓝先生 帮自己注射到体内 加上之前将军研发的血清 两者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 蒂姆彻底变身了 而且成了一个比绿巨人更可怕的怪物 不同于班纳变身后的被迫自卫 此时的蒂姆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识 成了一个杀戮怪 所到之处结成废墟 谁碰到她就得死 跟阎王驾道一样 整个城市陷入了一片巨大的恐慌之中 这边的直升机上 将军刚带着班纳准备回军队 结果手下人就报告 说绿巨人在街道上大杀四方 将军和班纳看着彼此的眼睛 两人全都傻了 片刻后 将军终于意识到 这个新的怪物 就是她一手制造的变异人蒂姆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 将军赶紧让对战的士兵全部撤退 否则只有送死的份 到了这个危机关头 班纳倒是不计前嫌 主动向未来老张人请鹰作战 哪怕她现在体内还有蓝先生注射的抑制剂 根本没有把握能否成功变身 贝蒂劝她不要去 可班纳还是决定冒险一事 毕竟除了她之外 也没有人是蒂姆的对手了 总不能看着她继续为非作戴 所幸的是 班纳落地后 振臂一怒 成功完成了变身 接下来的街道上 两个巨人朝着对方飞奔而去 那急切的模样 给不知情的人一看 还以为是两个怪物兄弟 阔别多年 准备认亲 直到两人开始肉搏 路人才发现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班纳一开始掉以轻心 直接被对方扔到了白米开外 一看空拳对战不太行 班纳挑中一辆警车 一分为二 变成了两个衬手的大铁锤 再去对战地母时 这才勉强占了上风 未来老月仗 这时也化干戈为玉波 开始助阵班纳 坐在直升机上 指挥手下对着怪物地母 狂扫子弹 结果这家伙被惹怒后 以意己之力 把直升机给拽了下来 毁了这个辽机助攻后 地母又集中战力 对准班纳 此时那架坠毁的直升机 开始漏油 里面的背地和将军 还没逃出来 班纳又被地母缠就无法脱身 就在直升机要爆炸的前一刻 班纳用尽全身的力气 两手一拍 猛地扑灭了上面的烈火 而他也因此变得虚弱无比 被地母偷袭之后 再也没能站起身来 自以为得胜的地母 轻面一笑 准备消灭将军和被地 谁知还没来得及出手 打不死的班纳又绝地重生 来了一次反偷袭 一把铁链 死死勒住了地母的脖子 怎么都不肯放手 最终 班纳还是赢得了这场战斗 看着地上面目全非的怪物地母 将军才意识到 自己差一点酿成人间大祸 看着背地哭着走到自己面前 班纳多么想拥抱爱人 可是背后的天空上 来抓捕她的直升机也越来越近 班纳心里非常清楚 不管她怎样帮助了人类 在他们眼里 自己还是一个危险的异类 这里终究容不下她的存在 于是 在意义不舍地看了女友一眼后 班纳就带着累累伤痕 逃离了这里 至于之后要去哪里藏身 她也不知道 时隔很久之后 在加拿大的一处临间小屋里 班纳终于找到了新的落脚之地 此时的她 已经学会如何控制变身 想当人时就当人 想当绿巨人时就当绿巨人 而且 她已经赎回了 女友之前卖掉的项链 并重新给她优了回去 相信不久的将来 有情人还能再次相见 电影结束 《无敌好客》上映于2008年 是漫威和环球影业合作制作的一部超级英雄电影 与足够精彩和激烈的动作戏相比 她的人物刻画和剧情就显得单薄很多 和漫威其他有魅力的超级英雄相比 此片的好客显然少了点个性 超级英雄虽说常被归类为 不需动脑的爆米花电影 基本都是高度类型化的套路 但是要塑造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英雄 也不是随便就能做到的事情 人们之所以崇拜超级英雄 首先是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共鸣 看到普通人自己的喜怒哀乐和优缺点 当时他们还要超越普通人 做到大家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 或是拯救世界 或是克服自我局限 唯有本我和超我同时具备 才是一个魅力爆棚的超级英雄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